人类生活在统一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统一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希腊 位于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 这片爱琴海孕育的土地 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2019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应邀对希腊进行过世访问 在雅典卫城博物馆 习近平主席同时任希腊总统帕弗洛普洛斯 一边参观一边交谈 由帕特农神庙的众神雕像 谈到中国古籍山海经 从九神剧场复原模型 讲到艺术和教育 这是两个古老文明的对话 正如习近平主席 在希腊每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 此行希腊是怀着对文明的尊重 和对未来的期许 习近平对未来的期许 正是中华民族历来主张的 民包物语 协和万邦 天下大统的美好世界 以心相交 乘其久远 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 习近平一次次走到各国民众中去 同他们交朋友 了解他们所思所想 1985年 在河北正定县工作的习近平 率团到爱奥瓦州考察农业 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萨拉兰蒂负责当时的接待工作 i think in 1985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bee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wanted to learn things and he was happy to come and represent his country i actually schedule a potluck dinner that was a a fantastic icebreaker there were just wonderful feelings of openness friendship excitement to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on both sides so it was a alive 27年后 2012年2月 习近平以中国国家副主席身份 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再次来到爱奥瓦州 萨拉兰蒂回忆起 再次见到习近平的情景时说 习近平走进客厅的那一刻 整间屋子沸腾了 习近平一直在和老朋友们聊天 都没顾上吃饭 空间看着我一边的一边 然后他回到一边 然后他抱着我 然后他抱着我 然后人们说 为什么你来到爱奥 他说因为你 你,你,你,你 你,是美国 对习近平来说 这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始终没有中断 2015年 他在北京会见了 他第一次访美式的房东一家 当时吃完早餐 你要带着女儿去上班和上学 我们就到门口照一张相 三十年的友谊 今年 习近平主席在给萨拉兰蒂的回信中说 我两次到访美丽的爱奥瓦州 同马斯卡亭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民愿继续同美国人民一道 加强友好交流 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促进两国人民福祉 心怀天下 是何而不同 坚收并序的大国胸襟 更是顺应时代 勇力朝头的大国担当 2013年3月 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首次出访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 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 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哈萨克斯坦 这里出产的优质小麦世界知名 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 哈萨克斯坦曾一直找不到向东南亚出口粮食的路径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学者古里纳尔 始终在研究这个课题 2013年 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 让他看到了转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习近平对这个发展 尚不平衡的世界发出的真诚邀请 欢迎各国达成中国发展顺风车 实现共同发展 一个月后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 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 这个跨越时空的东方智慧 转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打造出全新的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 搭载着哈萨克斯坦小麦的粮食专列 第一次从中国过境 发往越南 哈萨克斯坦借离一带一路 打开了粮食向东出口的大通道 肯尼亚 东非高原上的古老土地 2014年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中国与肯尼亚 开始建设一条长达480多公里的铁路 这是肯尼亚独立以来 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连接首都内罗比和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 对于学习电子工程专业的肯尼亚来说 在肯尼亚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不易 通过一系列考试 肯尼亚从近百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她与其他七名女学员 将成为肯尼亚历史上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今天肯尼亚要学习火车提速 现在马上要开车了 我们先确认出站 出站信号 出站信号 出站好了 在建设期间 蒙内铁路平均每公里 创造近百个就业岗位 肯尼亚建设者占比 超过施工人数的90% 近三千名中国建设者 四万多名肯尼亚员工 近一千个日夜 将一个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2017年5月31日 蒙内铁路空车仪式 在蒙巴萨西站举行 上午11点10分 蒙内铁路首班客运列车发车 蒙内铁路是中国与非洲合作的 众多项目之一 在埃塞俄比亚 阿达玛风电厂 在迦纳 特马港集装箱码头 在莫桑比克 马普托大桥 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卡里巴水电站扩容项目 中非携手 把一个个惠民项目 建设在非洲大地 把友谊 深埋在非洲人民的心里 我们给他一招 的欢迎 一招 的欢迎 这里是个人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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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 中国援助塞尔维亚抗疫医疗专家和物资 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琪亲自迎接 为五星红旗献上深情一问 在各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迅速展开 迄今未知 中国对外提供了数千亿件抗疫物资 和二十多亿剂疫苗 与世界人民共度难关 今天的中共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从写入联合国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到转化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习近平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已先后出访四十二次 足迹遍及五大周六十九国 如今中国已同一百八十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在海南 走过二十多年的国澳亚洲论坛 每年汇聚共识 谋划未来 在上海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连续四年如约而至 宣示中国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坚定立场 在北京 一场文明交融的冬奥盛会如期举办 奏响团结 和平 有益的华文乐章 一百四十多个国家 同中国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合作共识 超过全球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 合作成果遍地开花 中国在中国的表现比较多大 我们欢迎中国的参与 和中共计 和和共生 命运与共 世界大同 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景 搭建起通向未来的桥梁 让中国与世界跨越山海 携手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